大家好,茉莉花的花期在夏季 它在夏季呢是可以连续开花的 所以我们要想让它每次开花都只多不少 那么我们一定要在花后及时做好四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及时进行修剪 茉莉花在花线之后呢 我们在底部枝干处往上数 大概给它留三个节尖左右 然后给它进行修剪 这样它就能从底部长出分支出来 后续才能开更多的花 第二件事就是追肥 在修剪之后呢 它要想长新芽新枝就要给它补肥 刚开始呢我们给它补一到两次淡肥 让它长新芽新枝出来 后期我们再改施磷甲肥为主 如果我们一直施淡肥 它的枝叶很容易涂涨 后期开花就少了 如果你觉得这样施肥麻烦 最简单的办法 我们就是用这个蒸根状化型营养液 它既含有淡肥也含有磷甲肥 而且氮含量比较高 氮磷甲比例是10比30比20 少量的淡肥加充足的磷甲肥 所以让它既能够长新芝 又能够避免涂长 还可以起到触发的效果 在现在生长期 每7天给它灌一次根就可以了 第三步控水 如果盆土里面水分太过充足 会造成它营养生长过旺 我们最好就是偏干一点养 盆土干透了再来浇水 第四件事就是一定要给竹光照 光照越充足 它长得越旺 而且还能够避免涂长 让它更容易进入花芽分化开花 茉莉花花谢之后 我们做好这四步 它就能够连续不断的开花了 好了 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